1998年有一部电影剧作横空出世 这部电影投资巨大高达7000万人民币 放在现在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在那个万人货都很稀缺的年代 这笔钱在当时的中国 可以在某些城市买到上千道商品房 片中巨星云集 巩力 李雪剑 张峰义 王志文等主要演员 无疑不是知名度和演技巨佳的实力派 这些演员为电影的质量提供了最基本的暴震 这部电影筹备期超长 1992年即开始酝酿剧本 七年后才姗姗来迟正式供应 所谓慢工出席活 这部电影无论是视觉呈现 演员演技都无可挑剔 电影的导演是陈凯歌 监制韩三平 他们都是中国电影行业顶尖的制作人 幕后还允集了很多日本的高水平电影制作人 制作班底不可谓不强大 电影在正式上映前 进行了一系列紧搏密鼓的宣传 很多推广手段 在当时都开出了影视炒作的先河 成功的宣传 使得影片还未上映就举世协制 这样一个有品质保证 又不缺话题度的电影 若是放在今天 成为爆款几乎是必然的 但是命名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这些强大实力的堆砌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收获 在首映之后 遭到了排山倒海的批评 迫使导演陈凯歌不得不进行修改 改篇原片的叙事结构 将一系合成的影片 硬生生的拆分为四个部分 才顺利上映 即使如此 这部电影的内地票房 仅仅只有两百万 可谓惨败 这部电影就是《金歌刺情王》 《金歌刺情王》是一部非常矛盾的电影 一方面超高的制作水平和烧脑的叙事结构 使他具备了成为经典的一切要素 另一方面 他当时在影迷和专业人士 甚至是历史学者中的评价并不算高 制造多年后 才由影评人发文为其评论 称之为中国史诗电影的 王冠之作 随着岁月的流逝 《金歌刺情王》在影迷中的好评度 也直线上升 专业人士也跳脱出当年的局限 对他进行了新的解读 一部作品有争议是正常的 但是没有哪部公益的中国电影 像《金歌刺情王》这样 在如此长时间的跨路内不断纠缠 甚至引发舆论场的私电 至今 《金歌刺情王》的影史地位 都有点偏低 与其精良的制作水准 和超高的艺术水平并不匹配 一切的一切 都使《金歌刺情王》蒙上了一股传奇色彩 而想太密这段传奇 我有回过到影片的本身 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金歌刺情王》的故事 源出于实际 在中国也算是俘虏皆知 也恰恰是这种熟悉 使得影片要面对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审视 而这恐怕 也是当时电影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电影的开头 李雪剑老师饰演的秦始皇出露面 就打破了中国人心中 对秦始皇固有的影响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 始皇横扫六国 统一度粮 智俊县 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英明神物 顶天立地的伟岸形象 李雪剑老师作为得意双亲的艺术家 其表演功力无庸置疑 但是李雪剑老师的身材并不高大 扮相在横立中 还透着一丝阴郁的气息 甚至有人将之评价为猥琐 毫无情指望七顿万里的气感 这种反差 对于接受过传统历史教育的中国人来说 很难接受 可正是这种形象上的突破 体现了创作者对中国历史的吸收和理解 也从开头为影片定调 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历史电影 或者说它只是一部电影 并不是历史本身 影片开头 除了别具一格的秦始皇形象 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 莫顾于几个臣仆 犹如念经一般的台词 秦王迎政 你忘了秦国历代先军 一统天下的大缘了吗 电影的片名 《荆歌词秦王》 这是影片的外表 它的内核 正是这句不断洗脑的台词 它既贯穿了影片始终 也是整个故事产生的基础 所有的爱恨秦仇 皆因同一流过而起 影片在前奏中 又展现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场面 这场战争也是整片的一个基调 场面宏大 高度还原历史 选举有两条大的主线 嬴政集团的秦国主线 和赵基 太子丹 荆歌组成的抗秦主线 还有几条支线 比较重要的 有烙埃 母后支线 吕不韦支线 情节的推进上 导演选择了一个不太七眼 却又十分重要的支线讲解 烙埃和母后 从真实的历史角度看 烙埃和母后这条线不值一提 秦始皇他母亲再怎么淫乱 他爹是谁都不影响秦始皇和宁六国 也不影响秦始皇中国历史最伟大皇帝的地位 但是这条重要的支线 是表现迎政性格的重要伏笔 导演借助这条线 将迎政无情孤立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影片第一部分开始 就将烙埃和母后的奸情照搞天下 更有意思的是 这场戏 还安排了母后前情夫吕不韦与烙埃一起出境 生动了诠释了鸿门四海和恭维会乱 在人物表现上 王志文饰演的烙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 他在位高权重者面前低声下气 惨眉至极 背地里却只靠气昂 不可一世 一副小人得知的嘴脸 最后临死之前 却又充满哲学气息 形象忽然拔高 有的无数观众同情 甚至是喜爱这个角色 秦国上下在商议完攻略韩赵之后 银正与烙埃有两场对手戏 精彩万分 银正问烙埃 怎么去分辨一匹马的好坏 两人围绕石马一番你来我往 表面是一马 实际上是在一人 此时银正提出 让烙埃骑马 烙埃以位高为由 拒绝银正让他骑马的要求 但是银正却玩闹一般 将他架到宫殿之间 高选的一块木板上 烙埃在整个过程中 一副撒娇的模样 却在不经意间 发现自己已经胜出险境 最后不得不大喊 银正宛容神经质一般大笑离开 此刻烙埃还未从高处下来 就迅速恢复 值得一满的嘴脸 故作从容的走下木板 不陪大王玩玩 他对我放心不下呢 这种自恋 倒禁忽变态的自负 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他自以为掌控所有人 却不知道自己一直 都是懵中之鳖 有如小丑一般努力地 做着各种表演 被问外的人 看得一清二楚 而不自知 王志文在角色的拿捏上 可谓成功 把烙埃面对不同人 不同的态度 刻画得入目三分 面对权贵时的令人作偶 面对失从者的作为作福 转换之间 老细骨的风采 越染于画面 这条支线的最高潮 无疑是烙埃 骑兵造反的那一场戏 整个过程 烙埃的表现 堪称教科书籍的优质 老挨打着母后的旗号 率领门客冲入王宫 称称杀了嬴政 可以封万户侯 当他被秦军包围的时候 先是认为凭自己的散兵游泳 可以击溃秦军 誓死不详 突破魏国后 他迅速投降 并且心心作态 大吼投降后 秦王不会为难那些门客 妄图道德绑架引政 现实是残酷的 他高估了自己 也低估了秦王的狠辣 王简用两个手势 将他的门客屠戮殆尽 嬴政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 更是一言未发 以超然的姿态 镇压了一场盘乱 李雪剑老师的这段处理 堪称绝妙 一个百度百科上 职业是面首的人 与千古一地争锋 这本身就是一个彻底的笑话 事后 嬴政果断地杀了落矮 和母后的孩子 一决后患 此时 落矮还故作高深地 在嬴政面前发了一通临终感慨 这段 颇有些现代意味的感慨 生怀了落矮人性的一面 却又不免让人觉得 这个人有点浅薄 这种戏剧化的感觉 正是电影需要的 影片在这条支线中 将嬴政果决 狠辣的性格展露不一 他为了达断目的 不惜徒徒亲人 也许普通人会觉得不尽人情 但是这种性格 却是一个王者所必备的 或许王者生来就是孤独的 由于落矮这个支线引出的 是吕不韦支线 吕不韦在金歌刺情王中的存在感不高 陈凯歌当年在选角的时候 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吕不韦扮演者 正好戏份不多 索性就自己出马了 陈凯歌对角色的了解 是不用怀疑的 他在阐释 吕不韦臣府方面表现出的游刃有余 既是他对角色的把握 也是他纵横影坛多年的本色表演 陈凯歌在片中 明明白白的告诉观众 吕不韦是银政的父亲 当然 电影只是一种演绎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这个剧情设定 却轰多出银政人性隐忍的一面 吕不韦此时已经看到自己的儿子做了秦王 在自己的辅佐下 秦国蒸蒸日上 统一六国指日可待 可以说他一生的宏愿已经达成 对于死亡 他没有任何遗憾 他知道自己年事已高 能力已经不足以辅佐银政 更年轻 更有冲击力的李斯 才是合适人选 他的存在 也许会令世人怀疑银政的身世 进而怀疑银政执政的合理性 他愿意牺牲自己 做儿子登上更高大位的垫脚石 李雪剑老师在演绎这一段的时候 将银政内心的纠缠 表达得非常充分 一方面 李志告诉他 杀了吕不韦 他将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权力以赴统一六国 另一方面 吕不韦是他的父亲 作为人子 如何能做师父之举 非但如此 他内心还渴望自己可以为父亲做些什么 要让全天下知道吕不韦的名字 吕不韦之线戏份虽然不多 却将银政内心的矛盾和原性表达得更加充分 在全边表现银政残暴无情的背景下 这一丝的如目之情 也给观众留下了更多回味的空间 拉埃母后之线与吕不韦之线 一起构成了清国集团主线的重要组成 另一条抗秦主线的主角之一赵基 也在开场不久就登场 出登场的赵基 是出现在清国集团主线中的 其实整部电影如果简单概括的话 就是赵基与银政设计工业 最后却对银政的暴力失望 而与太子丹荆柯和谋刺情的故事 赵基也是贯穿秦国主线 和抗秦主线的一个关键角色 赵基是赵国人 与银政相识于少年时期 彼时的银政 只是一个在赵国做人质的落魄王族 后来一路跟随银政 持了王的女人 赵基在影片的前半部分 一直是新属银政的 但是内心却又摆脱不了赵人的情怀 他心怀赵国 日来赵国人民 却不知道怎么样 在能给他们更好的命运 好在他是秦王的女人 银政是他实现内心理想的寄托 他希望银政统一六国后 能给天下百姓更好的生活 赵基心理肯定是无比喜爱银政的 甚至为了他的统一大计 不惜破坏自己真实的容貌 他一遍遍地问别人 他是否漂亮 充分显示他多么在乎自己的美丽 而当这份美丽被打破的时候 他对银政的爱也到了顶点 他与银政一起设计 希望引诱太子丹派人刺杀银政 从而立秦国获得进攻宴国的借口 不曾想 这次设计却成了他救赎自我之旅 这部戏演员的实力是有口戒杯的 但是太子丹这个角色的处理上 不知道是因为剧本的原因 还是演员孙周本身对角色理解的问题 总让人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 太子丹作为一个周玄银异国的人质 戏中表现得极为懦弱和没有主见 甚至有点傻 让人很难理解 他是如何在复杂的艰险外围环境中 生存下来的 并且其所展现的魅力 似乎也很难让赵基和荆轲这样的英雄人物 为之效力 时隔多年 我们也很难揣测 这个角色如此表达的用意 太子丹这个角色 也是一个串联性质的人物 如果没有他 也不会有后面的荆轲刺秦王 秦王和赵基定计 并做好准备后 太子丹很快就掉入了他们设下的圈套 带着赵基返回燕国 此时本片的头号主演荆轲才刚刚出现 荆轲出登场 陈凯歌就用一场大戏 把他从名满天下的刺客 变成了活死人 荆轲收了十千的钱 去刺杀一个住建师全家 杀到最后 住建师全家只剩一个周迅 饰演的盲 荆轲本准备放过盲女 不曾想 盲女在发表了一通感慨后 勇敢自尽 并且在死之前 诱骗荆轲 靠近他意图刺死荆轲 只是因为他看不见 不知道荆轲是左撇子 刺错了方向 没有成功 最终死在了荆轲怀中 盲女之死 深深地刺激了秦柯 从此一蹶不振 再也不愿杀人 秦柯像个乞丐一样 四处流落 流落到燕国 在集市 为了救一个偷店里食物的小孩 受尽屈辱 仍然心如死灰 像个木头人一样 重复自己的诉求 殿老板却不理解秦柯的做法 拿着刀 刺激秦柯杀他 秦柯却始终不肯杀他 但是两人在冲突中 一时不慎 将殿老板杀了 秦柯犯了大事 幸而被路过的赵基和太子丹所救 此时 刺激的核心三人组 总算聚到了一起 但是刺激三人组 是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 大高手荆轲 不愿意再杀人了 荆轲自从杀了盲女后 整个人就走火入魔 一直念叨 我不杀人 在集市救小孩 殿老板逼他杀了自己 他口口声声 我不杀人 太子丹许诺他 死后进燕国的宗庙 诱惑他去刺激 他口口声声 我不杀人 在教场与小孩比武 小孩会见赶向他 但还是口口声声 我不杀人 直到秦国做了一件事 再次刺激了赵基和他 他才同意刺杀秦王 秦王为了捉拿 直到他身世秘密的樊乌鸡 开始发赵 自古一眼照多豪杰 赵人面对秦国的虎狼之师 做了可歌可泣的抵抗 秦军杀至赵国都城 邯郸的时候 赵国军人为了保护百姓 战死至最后一人 此时 赵国的孩童 也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气节和勇气 父兄全部战死 他们身穿校服 拿着心爱的玩具 排队从城墙跃下 以身殉国 家园忌讳 丢身何忧 其中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 一个赵国的战士 分有抵抗十倍的敌人 想要争取的 仅仅是让孩子们跳城墙的时间 剩下同心 不惜死 奈何无力回天使 悲壮并不能改变实力的巨大差距 秦军还是破城了 此时 恒丹城内 已经看不到一个活着的人了 当一扇大门被打开的时候 一群尚未来得及跳墙的孩童 出现在了秦军面前 此时的秦王一改正常的狠辣 也或许他内心仍然记得 对赵姬的承诺 并不打算为难这些孩子 他拿起一个玩具 走向一名孩童 面对微笑的哄他 走吧 你们走吧 但是那个孩童却呸一声 吐了他一脸口水 这一吐 改变了这个孩子命运 也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 秦王脸上的微笑 瞬间凝固 转身他就对部下回忆了 当年他逃离赵国的情形 当时他非常的怕 也非常的恨 但是这种恨和害怕 导致赵国今天最终亡国 他不想同样的结果 出现在自己身上 于是那群赵国孩童 全部被火埋肯杀 匆匆赶到了赵姬 无力改变这一切 他不敢相信 这是银正做的 这一幕也深深地刺激了他 促使他改变了对银正 统一六国的看法 回去之后 他将自己和银正商量好的 宫殿色略和版托珠 告知了荆柯 至此 荆柯终于同意此情 秦国以暴力横扫六国 虽然留下千古地业 却伤害了无数那个时代的人 以惊人的眼光看 荆柯赐秦王其实毫无必要 甚至是开历史的倒车 但是在当时 荆柯其实是不得不做的 无论是道义还是狭义 甚至是他内心 对赵姬的那份好感 荆柯都必须去 荆柯赐秦王这场戏 是全面的高潮 荆柯扮演者张峰义 也贡献出了神迹表演 他将荆柯内心的冷静从容 与外方的疯癫 傻气 演绎的妙道豪颠 荆柯去秦国的时候 燕国武士秦武阳同行 影片中对秦武阳的刻画 采纳了《史记》中的记载 秦武阳在整个刺杀过程中 都表现得战战兢兢 恐惧异常 这有点辜负了百度百科 给他的职业 勇士 秦武阳表现得如此差劲 荆柯为什么还要带他刺刑 现在房间关于这件事的争议非常多 也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 但是从影视的角度来说 这样一个角色 却是主角不可或缺的陪衬 正是秦武阳糟糕的表现 才衬夺出荆柯的智慧和勇敢 这样充满冲撞的对比 可以强烈的放达电影的戏剧效果 也让演员的演技 有了充分的释放空间 整个刺杀过程中 荆柯都在不断为秦武阳 脱底堵漏 荆柯用各种疯癫的表现 甚至夹杂着一些 难以分辨的金氏方言 有的人忍君不惊 最终成功蒙混过关 得以靠近秦王 此时四海归一殿上的臣子们 却不宜有他 喜气洋洋的等待着 荆柯献图 从这个场景来说 其实迎正在秦国也是孤独的 杀死荆柯后 迎正对着这些大臣怒火滔天 关键时刻没有一个顶用的 当图穷比线的时候 其实也是全剧的忠良 某无法对导演的思维妄加揣测 也许是导演 还想渲染更多的东西 并没有选择就此结束 片中将刺刑演绎成了一场 鸡飞口吊的闹剧 最后将此的荆柯告诉秦王 其实樊无忌并没有泄露 一丝一毫秦王的秘密 狠狠地又拉踩了一波影针 影片的结束 是赵姬来秦国为荆柯收尸 并狠狠地怒斥了秦王 留下秦王一个人为了他的天下 继续奋战 荆柯刺秦王 这种主题宏大 场面壮阔 剧情复杂的影片 的确不是一般的制作者 能够驾驭的 更为难得的是 陈凯歌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 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创意 尤其是在人物的解读上 陈凯歌跳出了史记对人物的界定 通过剧情将他们丰满起来 使历史上那些冰冷的记载 变得有血有肉 影片结束了 留鬼观众的回味却并没有结束 六国和六国臣民的命运早已注定 荆柯也献上了千古流传的悲壮 秦王在图谋八爷过程中的追求和理想 却是值得揣摩的另一个谜谈 片中的秦王从温和孝顺变得残暴而孤立 当身边的人慢慢疏离的时候 不知道秦王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或许对于这样一个 惊天伟地的杰出人物来说 除了天下 他的心里再也装不下其他 正如影片开始时他说的那样 秦国和六国眼睛看得到的 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 天下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百姓 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王 一个好的君王 这个君王在六国肚灭的时候 要救活那里的百姓 人民 他要让天下人都说同一样的语言 用同一样的文字书写 到处都建立郡县 让清廉的官吏来管理 遍地都长满了和解 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把迟到修到边疆 把长城住到远方 匈奴和四一敬范时 挡住他们的马蹄 再把石碑立在泰山上 把石建树在大海边 纪念天下的统一 那时候 你们就可以称我 秦始皇帝 结尾 我们也可以再问一句 你为什么要生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什么 因为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